就是本身呢 我们这边我一直做留学在意大利 我这边有自己的语言学校 我觉得意大利啊 这种国家呢 它毕竟是 我觉得还是以图兰朵计划为主 它分马可波罗计划 图兰朵计划 就是咱们真正这些 比如学美术的学生 我觉得是真正学美术学生的天堂 从文艺复兴开始 你说取得成就的 取得成就 非常好的成就的那些学生 在这个 我这边这几年 通过我们学校出来的 包括在帕道瓦 这边我所知道的 我们有帕道音乐学院的 这个也有优秀的毕业生 也进入了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主流的音乐界 美生 一个内蒙古的学生 很厉害 也上了他的电视台 也包括我所知道 米兰那边 也有在他们主流的 这个斯卡拉歌纪院 演出的这个 一米九零的沈阳音乐学 曾经沈阳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 其实我更佩服的呢 还是这个学美术的学生 就是咱们在 这个互联网圈里边 尤其是这个简体中文里边 学美术的学生里边 能成为反贼的 一个是那个李老师 我后来也才知道 他是学美术的 然后还有一个 是在罗马美院毕业的 一个叫安征明 之前在这个国内B站 后来给的人封号了 就这个奏性 国内就是这样 擦他妈的 没事就给人封号 什么的 你说有什么言论自由吗 没有 他就给你封号 让你别说话就完了 断了你的这个 什么流量财路什么的 包括小红书 抖冤都一个操心 这两位是美术生 还有我认识一位 人家就是 就是走这种主流的 基本上就是山东的学生 就是权益学联 人家这个 山东级的学生 也人学美术的 人家是权益学联主席 你想想多牛逼 人家就是山东 就是说 这是一个两极分化 就是你学美术的学生 要么就成为 反贼里边的教教者 要么你成为主流的 这种国内的这种 就是在这个 意大利这边 混得风生水起的 这种美术生 所以说呢 我就归纳为 就是图兰朵计划 还是能实现 你的个人的目标的 当然那些所谓反贼 也是有的是 被逼上凉山的 也有的是自发的 自己因为你学的 这个领域 因为主要就是自由派 文艺复兴自由派 不被某种宗教 哲学或者组织所 捆绑的这种自由思想 我是这么认为 而且取得了 比较不错的成就 虽然人生的路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 山东学生 山东的学生 我在帕德瓦这边 我也见到很多 包括我们这边 帕德瓦 曾经的学联 两任的主席 都是山东人 当然他不是学美术的 但是都是想一心 奔着主流 奔着编制 跟使馆搞好关系 这些 这个我理解 我们之前就是说 他回国了 现在毕业回国了 已经卸任了 但是他想做留学 人家不想考编制 是这样 这也倒挺好 在意大利 这整个留学生当中 我可能 我就觉得 我归纳出来 可能学几 这几个专业的学生 还是比较有 自己独立思想的 第一个 学美术的 第二个 就是这种 音乐学院里边 学契约的学生 学契约的学生 他可以比如小提琴 钢琴 来表现自己的情感 这点 尤其是小提琴 钢琴 这点我特别知道 包括当时疫情 那时候新疆大火 就是之前那叫什么 乌鲁木齐路之前的 事件里边 他们会有一些 用契约 新德勒的名单 去演奏一些东西 我理解他的想法 还有一点 就是传媒领域 比如达姆斯专业的 传媒的 涉及到影视 他们艺术史 文学这些 这些学生 包括之前南京的学生 从南京开始的 南京传媒学院 开始的 轰轰烈烈的 整个的一个 破茧的一个过程 这里边 功不可没的 就是这个专业 传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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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